为了增加流浪狗的领养率 新北市的动物之家委托有哈姆队长号称的志工来帮流浪狗拍照 担任拍照志工五年多来 哈姆队长也拍出了一些心得 提供给同好一起参考 从当初领养狗狗到后来成为动物之家的志工 甚至成立了网络平台提供爱狗人士交流 哈姆队长这五年多来的志工生活 其实有了不小的改变 其实心态其实都 其实心态有不太一样 因为到后来会比较 就是平常心这样 刚开始会比较有得失心 或者是有其他的心态 就是可能想要做大 然后想要哄 想要让更多人知道 但现在就 不会那样想 现在就是平常心这样 对啊就是来这边就是 做事情这样低调一点 对啊然后就是单纯来帮狗这样 因为长期和流浪狗相处建立感情 哈姆队长希望能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正因为自己有了这样的改变 因此他相信只要有更多的人来到动物之家 就能带来希望 因为像我们做就是 有很多人说我们就是什么动宝人士什么的 但是我是希望就是 我做的这种事情 不是只有喜欢动物的人可以看得到 是那种 完全不懂动物的人 甚至不喜欢动物的人 我希望他们就是可以来松手看看 表示亲自跟狗互动 因为其实很多 在这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人 其实他们可能很多人不懂 不懂动物 或是完全没有踏进过收容所来看 其实因为他们 我觉得他们因为他们是生物嘛 而且他们流浪动物 就是需要更多人来关心他们这样 虽然狗狗被弃养的比例还是偏高 但这几年来许多民众 已经建立了任养代替购买的观念 哈姆队长和其他的志工希望继续努力 让流浪狗可以越来越少 机酒房间凯琳锦鱼 新北市采访报导